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武警发发哥 发哥开工啊 今天要来讲这本书 《变调的中国梦》 作者是谢金河 谢金河大家都知道 他是台湾财经方面的 很专家的专家 他是我们财训的社长 金周刊的董事长 这本书也就是在台北的金周刊所出版的 他在电视 数字台湾里面的民主持人 对台湾的政治 经济方面 是非常专家 他专门从经济方面 来分析台湾的政治 是非常实在的 我们在电视节目里面 我们的广播节目 讲政治 经常从一个比较泛泛之论的观点去谈 那么从经济的层面来谈最实在的 如果你要谈国内的政治变化 你不谈经济 经济是最实在的东西 如果你不从经济的角度去谈 你谈的那个政治是表面的东西 就算是你谈军事的物恶战争 你谈物恶战争 你不谈经济层面的东西 你谈的物恶战争也是表面的 现在的战争 战争打仗 你以为只有炮弹吗 飞弹吗 打的是什么 每一颗飞弹多少钱啊 一颗飞大就 全几万啊 哪个贵的飞大呢 我还全八呢 到最后是打的是经济啊 能不能打多久 在一个战争能够打多久 你看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 打到国内没有飞大堂打 打到国内没有 没有那个炮弹可以打 你说乌克兰 乌克兰后边 不是美国 不是欧洲的支持 他到现在有什么都打下去 他这个国家 对不对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的经济 都已经倒下去了 没有飞大跟炮弹 他哪有可能打呢 美国跟欧洲 给他飞大跟炮弹来抵抗 他怎么有办法再打这场战争 连美国欧洲帮忙 这么多飞大跟炮弹 他要打这个抵抗战争 就打了皮疙瘩了 所以战争就是打经济啦 同样的问题 你说台湾和中国会不会打战 中国能够打台湾 好 你要打台湾 你说他军舰多少烧 飞弹多少 他能够打几天 我问你 老是讲说台湾能够撑几天 我问你 中国的经济能够打几天啊 你以为他国家很大 人口很多 你真的打下去的时候啊 他的粮食可以撑几天啊 他的军队里面粮食可以撑几天啊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你不要说台湾能够守几天啊 中国能够打几天啊 这个经济来算的时候 这是可观的 全世界抵制你的经济的时候 你要吃14亿人口 他没来乱 也能够撑几天 不内乱啊 我问你啊 所以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不是说你打台湾啊 台湾也会把你打啊 打下去这条战金不是跟台湾而已啊 日本也会撑下去啊 美国也会撑下去啊 台湾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你打台湾 台湾不会打你吗 你封锁台湾 台湾不会 台湾和美国不会封锁你上海 广州 深圳这些经济带吗 把你这几个经济带 地带把那封锁 封锁 把水雷封锁就好了 你没有上海 没有这个 长江三角洲这一代的 这个经济带把你封锁 你中国可以撑几天 中国可以不内乱几天 你现在看看中国 光维稳的经费 一年维稳 让人民不造反的经费呢 比他整个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多 你就知道 他一旦战争起来乱起来 中国共产党 你能够控制你的国家 不内乱几天 这都是大问题啊 不是台湾可以撑几天而已啊 所以经济这是真正问题 谢金河这本书就在谈整个经济的问题和政治的联动的关系 那么这本贼呢 变调的中国梦呢 在谈三个部分呢 从第一个呢 三大部分 第一个呢 这三十年来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 邓小平还改革开放开始 他怎么趁着三十年 怎么样崛起 美国人对他的误解 以为中国经济开放以后呢 他的政治民主会改革 结果美国台湾的商人通通涌向中国去 使得中国得到了黄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台湾人跟美国人全世界都把中国当的改革开放 又当的是全世界世界的市场中心 使得中国得到三十年的机会 变成后经济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 然后美国开始发现不对劲 他不但他有权以后 不但没有改革政治 反而越来越凶 到习近平的时候变成世界的敌人 所以中美就开始呢 冲突 美国开始抵制中国 中美就之间贸易战开始 然后真的到越来越冷 几乎要互相开火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啊 三十年中美贸易战开始 到各地开始 几乎要引起这个热战 中国开始挫败 短短的几年之内 中国呢 解决败退 解决挫败 在科技战方面 解决败退 然后全世界看清了他的面貌 全世界主要国家开始讨厌中国人 然后加上武汉肺炎的问题 传播到全世界 造成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大衰退 再加上物恶战争突然的爆发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个部分 专门在讲台湾 台湾三十年因为改革开放的时候 台商整个通通出走到中国去 整个被吸星大法 台湾三十年变成了失落三十年 然后台湾岛内 台湾被国民党一直唱衰 然后开始三十年都一直在西进 畅望中国 一直看好中国 国民党之内有一些派系开始 天天唱好中国 天天唱衰台湾 但是蔡英文上来以后 加上中美贸易大战开启以后 诶奇怪了 来又碰到武汉这个肺炎 台湾防疫成功以后 诶失落的台湾三十年 从2019年开始逆转 短短的这几年 台商通通肥流到台湾来 越来台湾越来越旺 台湾那失落的三十年 竟然衰败到亚洲四小龙的最尾巴 但是从2019年开始 台湾竟然一步一步到2019年的时候 台湾竟然变成亚洲四小龙的头头 到今天台湾还是亚洲四小龙的头 台湾曾经落后 韩国的国民所得曾经落后六千美金 现在台湾和韩国的GDP国民所得竟然打平了 蔡英文上台又竟然打平了 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又台湾和韩国打平了 原因是什么 文在元当总统的时间开始亲中 然后和美国离开 但是呢 蔡英文开始呢 和美国紧紧拉在一起 加上台积电越过了韩国 台积电以台积电为头的这个联电联花科呢 这几个科技电子股呢 突飞猛进了 变成了全球重要的半导体的领导 轮的龙头 光是一个台积电的一年的营业额呢 就九兆多了 台湾你知道呢 一整年的国家总预算是多少 一整年的台湾的国家总预算是两兆多 不到三兆了 一个台积电的营业额 那个总值啊 那个市值啊 九兆多啊 是台湾整个国家这个总预算的三倍啊 你驾驶啦 不像一间公司啊 一年的营业总盒九兆啊 台湾一个国防整个国家的政府 总支出呢 总预算总支出 这个总预算呢 只有不到三兆了 一个台积电是台湾的三倍了 所以你就知道 再加上莲花科联电你看看那个多少 所以呢 这整个中美贸易大战以后 台湾呢 预均突起 尤其在疫情期间 全世界在唱衰的时候 几乎都唱衰的时候 少数几个国家在大旺 那就是台湾 这很奇怪呢 台湾在大旺的时候 但是中共用假讯息 国内国民党用假讯息 结果台湾竟然在2012年地方选举 竟然大败国民党的用假讯息 配合中共的假讯息 台湾的执政党 民进党明明是政机 在全世界都羡慕的时候 民进党竟然在2012年地方选举 竟然是大败 美国人想不通啊 原因在哪里 就是民进党忽略了一件事情 忽略了假讯息 危害台湾的可怕性 第二个是 因为台湾的经济虽然是表现亮丽 但是是台积电等科技股的几间 大的科技股在带领台湾的经济向前 但是贫富差距已经拉得很大 我们忽略了一般老百姓的市井小民的收入的 之间的贫富差距 而没有积极的去做 对这个疫情期间受冲击的中下阶层的收入的问题 而且也没有好好地宣传自己经济发展的 非凡成就的结果 都没有好好宣传自己 这个才是在2020 就去年 2022年在地方选举 台湾经济在全世界表现亮丽的时候 竟然在地方选举大败的原因 所以今天啊 从今天开始呢 发歌就来讲 变调的中国真正的内幕 谢金河的这本书 那么前面的三部分 这三部分里面 关于前面两个部分啊 发歌就跳过去了 因为那个总绪已经谈过了 那么就要讲台湾的部分 最后面 19章 20章 21章 22章 关于台湾的部分 现在的状况 2019年到今天的状况 它的状况是怎么发生 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崛起 然后现在到明年 2023到2024年 台湾有面对到的一些隐忧是什么 让全台湾的听众 我的听众朋友了解真相 不要被蒙在鼓里面 而且这两三年 对台湾有多重要 真相是什么 乌俄战争以后台湾面对的状况是什么 明年的总统选举会影响台湾是什么 从政治 精致的情绪 完全让你理解 现在在这里呢 发哥要讲 你看现在乌俄战争 发哥从去年就一直讲东欧的状况 你今天回顾发哥所讲的东欧的这些国家 都面对问题啊 所以前天 昨天发哥重播了捷克 你看捷克 现在东欧对台湾有多重要 发哥还讲了一个国家 大家听都很少人听过 我们听众朋友 但是最近这两天不是发生问题了吗 就是摩尔多瓦 很多台湾人不是没有听过摩尔多瓦吗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不顺利 他现在策动摩尔多瓦 东边的摩尔多瓦的俄罗斯的恶衣的民众 在那边要造反吗 因为摩尔多瓦就靠近罗马尼亚 就在乌克兰的边境啊 发哥不是利用了两三天 讲的摩尔多瓦这个国家吗 东欧吗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你去调发哥读书会摩尔多瓦 这个国家的细节 你拿来听听看 再调回发哥读书会里面 那个录音网站 你可以听听摩尔多瓦 发哥介绍的摩尔多瓦专辑 你就知道摩尔多瓦这个国家是什么状况 和乌克兰的关系 这个都是发哥去年讲过的 过年前讲过的 我不要再重播一次了 不要一直再重播 人家会反感了 你去听听看看 顾宽敏先生台独的老前辈过世了 在过年前发哥做过 在日本的杰出台湾人 就做了顾宽敏的专辑啊 发哥和顾宽敏老前辈 交情非常好 尤其是顾宽敏先生的夫人 王美秀女士了 他是我发哥以前在做 发哥读书会开始的时候 这个发哥开杠 我们就是和这个 陈世梦老师 王美秀小姐 女士呢 我们就做立社道顶的时候 就在一起的同志啊 立社道顶开始的社长是 发起来是陈世梦老师啊 教授 陈世梦教授啊 是董事长啊 后来接着就王美秀当董事长啊 我和王美秀 古款敏夫人啊 这个共事一起作战 为立社道顶 共同作战了两三年啊 所以呢 顾宽敏先生 我对他很熟啊 所以对于顾宽敏先生 因为最近大家做了很多专辑 讲了很多 我就暂时不讲 改天发哥再好好讲 好的 今天开讲以前啊 发哥还是要讲一下啦 发哥认真的做节目 请你在产品方面 都给我支持一下 因为最近过完年到现在 我推广的农产品 我生意几乎是停滞的 几乎是零的 我推广北道五三的咖啡 还有这个民权农场的这个凤梨干啊 我的生意几乎最近都 僵在那边不动啊 因为发哥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但是呢 我认真做节目也要想我啊 我认真工作准备材料 你也倒下查一下啊 如果需要北道五三咖啡 这些农产品帮忙的 请你打这个 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啊 帮你服务 来 又捆绝 忙得了 焦安即时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焦安即时报 我是杨洁 在我们今天单元当中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 朱和贵大队长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队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针对于我们在我们的国道当中 常常发生的车祸主因哦 为保持安全车距 是我们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是不是请大队长 跟我们做一下提醒呢 是的 那个在国道的高速公路里面安全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所有事故里面占最大中 占了三成以上 所以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 你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希望能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小车就是你的速度出于二大车就是你的速度减二十 比如说你的速度是八十的话小车就是要四十公尺 然后大车的话就是八十减二十你就是要六十公尺这是比较安全的距离 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是碰到天雨或是说路边湿滑起入大风 那个刮大风的路况这种路况比较天后清价的地方也是要把这个距离再拉大 然后才能充分的去反应前方的路况 OK会比较容易有及时反应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做一些及时的一些操作了 会比较容易做出一些比较正确的判断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那针对于我们的洗安全带的问题 安全带是保护我们的用路人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乘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很多的车祸的伤亡事故都是因为没有绑安全带 那到底安全带对于我们的用路人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请大队长说明 车子所有里面的安全设施除了安全气囊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吸安全带 如果你没有吸安全带单纯靠安全气囊 你还是会造成伤亡 而且你没有吸安全带如果说发生事故 可能因为碰撞离心力或是一些其他原因 人很可能抛出车外 或者是可能因为你没有吸安全带 人会直接撞到车里面的一些玻璃 或者是其他作业也是会造成严重的伤亡 所以像今年跟去年的死亡事故里面 在高速公路没有吸安全带发生都占了三成 那如果没有吸安全带的话 被抓到的话 有什么样的刑则呢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署条例第31条的规定 在一般道路上 你的前座或是后座没有吸安全带 是罚1500块的罚款 但是在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 是罚3000到6000块的罚款 另外你的幼童就是4岁以下或18公斤以下 你没有设置安全座椅 同样也是要罚驾驶人1500元到3000元的罚款 是 这个安全座椅对我们的孩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 所以请我们的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到 一定要吸安全带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 朱河贵大队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队长 谢谢 你我多礼让 行车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公路总局提供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连保隆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凡武警发哥 好 发哥讲的变调的中国梦 作者谢金河博士 这本书是台北的金周刊所出版的书 这几天发哥要连续讲第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讲台湾这三十年的过程 还有台湾的展望 台湾的希望 台湾灿烂的这几年 从曾经失落的三十年 第十九章开始讲 2018年三月的时候 美中贸易开始开战 在这个之前的台湾三十年 有人说那三十年也就是邓小平开始讲改革开放开始 1980年代 邓小平在中国宣布他们要走改革开放开始 然后台湾的资金就纷纷的涌到中国去了 台湾开始 大量的资金被持续到中国去 以国民党的国营 这些党营企业呢 第一个就跑得很特别的快到中国去 那三十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三十年 中华民国被称为一个呢 经营监困的公司 甚至有人说呢 说得更过分了 差不多快要倒电的公司 这个叫着呢 叫着什么呢 叫着呢 失落的台湾 失落的三十年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转机呢 就是到2018年美中贸易开战 2018年的三月 这三十年台湾吃尽了苦头 一直到2019年 就是美中贸易开战的第二年呢 那么美国的公司观察呢 台湾在贸易上 台湾在经济上已经扭转了局势了 从哪里看到美中贸易大战开始的第二年 台湾开始扭转了局势呢 两大指数看到了台湾的扭转的局势 第一个呢 从上股的这个股市里面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数呢 这原大保华的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叫做梁国元 啊 梁国元 国家的国 啊 这个全员的员 原大保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梁国元啊 在原大保华 当年的GDP的成长的调升呢 调升到2.3% 他说呢 他得到的研究院的得到的关键的这个关键的因素 他为什么调升到2.3呢 他说他所有的因素的分析 关键在于台湾回流 台湾回流带来的经济效应高涨了 所以呢 他这个原大保华呢 整个把他的效益调整了 成长的效益调整了2.3%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融啊 在2019年9月19号呢 把央行啊 台湾当年度的经济成长率 也上修到2.4% 上修了2.4% 他为什么有把握把这个经济的成长率 上修到2.4% 他经过各种研究的指数指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转单效应 转单效应就是中美开贸易大战开战以后呢 原来的单呐由台湾接单过来 原来从中国的单转到台湾来了 下单到台湾来了 所以这个转单效应使得台湾的经济呢 上涨 所以呢 就把它提升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指数呢 成长效率呢 指数呢 上修到2.4% 从这两个大的指标性的股呢 我们看到了整个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呢 看到台湾整个的经济呢 开始逆势上涨 反转过来 从这两个报告呢 看出中美贸易大战发生了 在台湾的经济内部发生了三大的变化 哪三大变化呢 第一个台商回流了 台商回流了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结果 美国很不客气 对中国啊 在政治上的人权的迫害 在各方面的战狼外交的这个东西呢 美国认为呢 对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治呢 如果不设限来啊 抑制他的话呢 对世界的安全会造成危险 所以呢 他对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开始设限 对贸易也开始设限 使得呢 台商不能不回流 因为台商的技术的上 上面 上缘是美国 美国不给你这个技术 你台商在中国 你就没办法再做下去 所以台商只有乖乖的回流到台湾了 要不然你上面的技术 美国给你砍断了 尤其是晶圆体方面 所以呢 中美贸易大战在台湾内部 发生了三个效应 第一个台商回流了 第二个呢 美中贸易战啊 产生了转单效应 别的国家 向台湾下单了 而不是向中国下单了 你在中国下单买不到这些东西了 因为美国设限了 第三个呢 美国对半导体在中国设限了 所以有一些敏感的半导体的东西 要转移到台湾了 那么台湾呢 就预选把半导体的这个厂呢 要设厂设到台湾了 所以呢 那些设备通通啊 在台湾开始建厂了 所以你看到 路主科学园区啊 这些高雄的一些科学园区 开始呢 在设厂 这些基本的基础设施呢 在台湾开始在扩厂了 这些设备呢 开始买进来 开始在扩增了 这些投资呢 外国的投资公司呢 也到台湾来投资了 这些呢 这使得台湾的 这中美贸易大战以后 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呢 就开始出现了 很明显的三大的现象 那么这些 这种状况呢 中美贸易大战以后呢 发现全球的股市呢 在2019年呢 全球的股市都上扬 台湾的股市 台股呢 竟然在上扬 上扬了12%了 台湾 闷了30年以后呢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股市呢 领先了香港 新加坡和韩国 在这个时候 大家已经看好台湾了 2019年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敢再看换台湾 没有人敢敢唱衰台湾了 也就是从 1889年到2019年 台湾被看衰了30年 在这个时候呢 2019年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呢 经过了30年 再重新回到了 1万2千点 隔了30年 台湾的股市 重新回到 1万2千点 30年前 台湾的股市 曾经到达 1万2千点 30年后 再回到 1万2千点 但是同样的 1万2千点 30年前的 1万2千点 和30年后的 1万2千点 意义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30年前的1万2千点 那是金融炒作的结果 金融独占的结果 30年后的1万2千点呢 是科技股 实实在在的 有市值面的意义 也就是1万2千点 当时呢 是什么事情呢 是金融独占造成的 当时的金融业还没有 还不能够有 这个自由金融啊 是在掌控之下 这些金融业啦 彰化银行啦 这些银行啦 是由国家独占的银行啦 不能够自由的 成立的银行里面 独占银行所造成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台湾当时爆发的 石信案啦 红元的 这个投资的吸金啊 在台湾吸金 吸完这个金元以后 再投到中国的市场去啊 它本身没有 这个市值面啊 本身它没有 在台湾投资的市值面 而是在台湾市场里面 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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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吸来的资金 丢到中国去 然后让那些投机的 去投资到 红元这些 私人投资的 存立的公司里面 可以给你分利息啊 这里是以空 买空卖空的方法 在台湾吸资金 因为这样子的股市呢 突然的膨胀起来的 这样疯狂的膨胀起来 到一万两千点啊 它底下是没有根基 它底下是空的啊 是海沙里面建房子到一万两千点 所以当这个石杏案爆发以后呢 红元案爆发以后呢 它突然从一万两千点 掉到剩下多少点你知道吗 你做梦都想不到 掉到剩下六百三十六点 一万两千点 掉到剩下六百三十六点啊 这是有历史以来 没有看到那么疯狂的事情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万两千点啊 是假的一万两千点啊 但是三十年后中美贸易大战以后 台湾在2019年我们的股市重新站回到一万两千点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万两千点 为什么 这个一万两千点是有实质面的意义的 那是台积电 联花科 联电 科技股有实力的建立起来的一万两千点啊 科技股在实质面的有实力的一万两千点啊 所以三十年前台湾的一万两千点是假的虚空的投机的 吹牛出来买空卖空出来的一万两千点 三十年后台湾在回中美贸易大战以后 再回来的一万两千点 是实实在在的一万两千点啊 比台湾更惨的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 三十年前曾经是让全世界连美国都发抖的 那就是日本 日本曾经啊 在三十年前啊 喊出的口号是买下美国啊 买下纽约啊 当时日本是第二大竞技体啊 然后呢 美国突然啊 把它签订了广场学义啊 用金融逼的日币升值升值再升值升值升值 当时的日本的股市是多少点呢 三万六千多点啊 三万多点啊 三万多点掉到多少点呢 变成了泡沫经济呢 掉到四千多点 掉到四千多点 然后呢 日本进入叫做泡沫经济时代 然后到了三十年后 日本再回到多少 现在呢 再回到两万多点 两万多点 回复到三分之二 回到三分之二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日本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回复了三分之二 但是台湾是从一万两千点掉到六百多点 在三十年以后再回到一万两千多点 最近已经冲到比一万两千多点 还要更高的一个点数 然后到2013年 当然最近又又又稍微跌了 但是这三十年的故事 台湾的三十年的故事 和日本的三十年 也都是很戏剧化 在亚洲最戏剧化 但是台湾是充满血泪的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被台商出卖的三十年 然后又被台商救回来的三十年 所以台商让台湾人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有良心的台商 又让台湾人感激得不得了 所以但是呢 有良心的台商啊 毕竟只有少数啊 包括曹新城啊 所以这个慢慢来讲啊 啊这个恩怨群仇啊 很深啊 台湾的股市 在1990年2月12号呢 到达了历史的新高 12682点 然后呢 1990年的2月12号的时候 曾经到达12682点 然后轰然砰垮掉 垮到2485点 几乎当时的股民啊 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全身而退的 加钱指数在一年之内呢 跌了一万点 这个是台湾历史记录的史诗的记录 狂跌一万点啊 然后台湾的经济开始进入到 30年的调整期了 日本人的经济在同一个时间 日经指数38957点 跌到6994点 然后日本陷入历史上 所谓经济泡沫时代 30年的时间 和台湾啊 难兄难弟啊 这30年来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情呢 原因很简单 也就是美国人西方国家和台湾人 都错估了中国 邓小平喊出经济改革开放 所以台湾的经济大胆的吸进 有一部分难进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吸进 因为中国的语言和台湾一样 然后美国更过分还帮他加入WTO 一加入台湾 中国一加入WTO以后呢 整个中国如釜天意 然后呢台湾啊 在天安门事件 西方有开始在要制裁这个中国的人权的破坏的时候 台湾有几家公司领头去占领西方空下来的位置 是哪一些人呢 第一个 蔡远明的旺旺集团 从宜兰的食品公司进到中国 一下子变成 很大块大老虎 第二个是彰化永进的顶巾卫星集团 在中国成立了康师傅 然后呢 就是陆港的蔡启瑞的保存学业 在东晚和黄江成立了一个数十万工人的学业公司 另外一家叫做鸿海的 就是郭台铭 在深圳开始了雇佣好几万个劳工的电子业 半导体业 也就是说中国因素使得台商这几个团体 大发财 但是把台湾的血吸光光 中国因素使得全台湾一下子都畅旺中国 开始畅衰台湾 畅衰台湾 畅衰台湾 台湾陷入到空城的状态 台湾陷入三十年的仇云仇雾之中 衰衰衰衰衰就是由这几个大台商 也可以说是大奸商开始的 台湾悲惨的命运从此开始 然后从悲惨到再复兴又是怎么样呢 今天讲不完 你还在感觉吸干 再让你恢复一点士气吧 但是你不要记得就是这几个 蔡野明的旺旺 为家的顶心 制造那个让我们吃了 大家细翘翘的那个油的那家 然后保存血月 然后鸿海过台湾 永远不要忘记 让我们帅到很帅 都是这几家开始的 今天游戏观光家 明天感谢时间 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